好 再来看看这个全球跨年欢乐的气氛呢 我们镜头要转到美国纽约 来看看这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跨年秀 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 重达5300多公斤的巨型水晶球 从21公尺高空缓缓的下降 再加上重达一顿的彩色纸片从高空落下来 让绚烂的跨年晚会气氛嗨到了最高点 那么在寒冬当中排队足足等候8个多小时的 100多万民众呢都发出了赞叹不已的尖叫声 5 4 3 2 2 1 欢声雷动新年快乐等了整整一年 美国纽约告别2014 终于再次看到时报广场绚烂夺目的水晶球 从21公尺高空落下 重达一顿的彩色纸片 从高空中漫天飞舞 飘散落下的这一刻 让涌入时报广场的百万人 兴奋又激动 情绪沸腾到最高点 有人开心对着镜头挥手 也有情侣望情热吻 纽约街头好温馨 幸福迎接2015 不过想亲身体验浪漫的时报广场跨年可不容易 上百万人从31号下午就开始排队 还得在低温冷风中占8个小时 加上先前不断传出 可能有人会在现场发起反警示威抗议 也让安检和维安警察 绷紧神经 不过最后感受到时报广场 弥漫着浓浓的跨年气氛 等待许久的民众 也觉得值回票价 民众用最兴奋的心情挥别2014 迎接2015新年快乐